昨天上午新北市尖霞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那么事发路段呢当时正在施工 道路缩减相当的狭窄 旧机车骑士行进此处就不慎遭到一旁沙石车给撞倒 索性街名被撞女骑士虽然是四肢擦错伤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只会事后家属指控了 说沙石车驾驶告诉警方 说是因为这女骑士钻车站 才会顶了她的机车屁股两下 这番说法是真的吗 由于如同蓄意杀人 现在引发网络热议 沙石车原本好端端的开在道路上 但是却突然越靠越右边 没想到下一秒 一旁的女骑士被撞到后重心不稳 人先摔倒在地 机车滚了两圈才缓缓落地 沙石车驾驶见状也立刻下车关心 这起意外就发生在28号上午三峡区嘉兴路 因为正在进行捷运三英线高架桥梁工程 因而缩减道路 导致道路狭窄无法容纳并行车辆 所以沙石车要靠右时 才会意外撞到行精的机车 事发后被撞女骑士的家属上网 普文大骂驾驶沙石车的邱男在比路时跟警方说是因为前方机车在钻车阵 所以就顶了他屁股两下 虽然经过警方证实 邱姓男子没有发表这一番言论 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讨论 索性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女骑士仅有多处擦错伤 已经在医院治疗当中 为了避免意外再次发生 相关单位可能要再想想 是否应该要再缩减路段放置警告标志 记者综合报道